台大希望入学计划日前放榜 一共录取有35名的学子 而其中的这一名是在大甲高中的王小珍 身为新著名二代的他是相当擅长写作 高中三年是获奖不断 这一次不断是录取到台大中文系 跟录取成大特殊选材部分系 学士学位学成榜首 可说是相当不简单 在电脑前搜寻着榜单 大甲高中学生王小珍与导师都难掩兴奋之情 因为有着写作天赋与热情的王小珍 这次以希望入学计划录取台大中文系 更是成大特殊选材部分系 学士学位学成的榜首 也是目前校内应届学生中 第一位上榜的大学新鲜人 家庭因为经历很多 爸爸一直就是精神状况不好 然后妈妈是新著名 然后就是一直都是在工厂里面工作 所以就是从小到大看这样的环境 就是心里会觉得感触很多 写出来的都是事实 然后都是我自己最真切的感受 然后可以让跟我一样面临在这一块难关的人 就是知道自己绝对不会是最苦的 然后有人可以陪着你这样一起走过去 小珍是我们甲宗创校以来第一位 透过希望入学的方式 录取台大的中文系 那昨天也传来好消息 成大方面他也获得不分系的学士班的 证取第一名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成绩 王小珍擅长写作 高中国文老师更是看见他天赋 鼓励他投稿参加比赛 三年来获奖不断 而王小珍的书写题材都是围绕在家人身上 不论是刻画患有忧郁症的父亲 或是描绘从印尼飘洋过海来台 一肩扛起家旗的妈妈 写作成为王小珍宣泄的出口 家庭经历也化为他独特的创作养分 对小珍来说就是过往的那个生活 其实非常的黑暗 他自己甚至觉得很怕一辈子就这个样子 但是后来慢慢在透过写作 他一来抒发情绪 二来那些得奖 甚至不只是名次的荣耀 那甚至奖金的部分都让他觉得好像终于有一点希望 有一点出口 那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写作对他来说 就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一盏灯吧 让他知道他可以往哪里去 他其实因为家里的关系 所以他从小到大 他其实也没有一些机会 比如说去补习或是什么 那他真的就是非常珍惜学校老师给他的资源 然后把他发挥到最大 所以你会觉得这样的孩子 他 我觉得这是他赢得的 原本对于小珍少有的鼓励的妈妈 这次听闻他考取台大与成大感到相当欣慰 董事的小珍未来也希望能够当上国文老师或是公务员 赚取稳定薪水 能够照顾辛苦的妈妈 谢谢林轩 台中讲不到